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鹽是風和太陽給的禮物 由海水混著曬鹽人的汗水製成 台灣四面環海 西南沿岸擁有適合曬鹽的沙洲地形 與季風吹拂 成為重要產地 台灣鹽業發展至今三百多年歷史 從明鎮時期開啟天日曬鹽的第一章 曬鹽人便在這塊土地上 與特有的氣候環境共同演出 專屬台灣鹽的戲出 差不多十二三月 我就開始說你跟我們老闆走拍 那時候會爬 都叫我爬 一天百多公斤 又七十幾公斤了 這拋水 差不多兩樓盤 一腳步搭了三順 那鹽的爐 一塊幫你搭去 搭去 搭去之後就一直搭去 搭去到頂邊 又搭去 好 拋得我 剛才說我爬不拍 我爬不拍 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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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不搭 搭水車很辛苦 都很辛苦 那水車有兩樓很大大 那樓盤有多大大 那樓盤真的很辛苦 那兩個人在搭去搭去搭 那一樓很辛苦 要再叫兩樓不可能 我們都知道 那些孩子 ân每個人都身上 也是女人 都在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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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我們一直在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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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到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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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死 放我水有夠 它吃起來都變了 倒下去就知道這樣有夠了 用腳牛 腳倒下去就知道 我這個精鎖 我常常說 我們要學的不是老人工的技術 而是要學他們技術後面的智慧 那個智慧後面的哲學 因應不同的雨量 氣候 然後來做我技術的調整 那個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這就看聽說在吃飯的 你就要知道人家過水 看我們的豬尾在擺 你比較重 比較強 你最要擺放得多 你只擺放到九月 帶到十月 這就不是說你擺放得多 十月也不用心 改變說 怎麼做 你做我做的 就要擺放得多 民國九十一年 台鹽宣布全面停曬 留下許多廢曬鹽田 與建築遺跡 短暫休息後 部分廢曬鹽田 已無謂而為 發展成魚蝦貝類 及鳥類的沾鹽舞台 鹽田上的人類活動 開始以文化資產保存之資 展開新篇章 展開新篇章 他就去搭 去把船子搭 下車搭 下車搭 這樣就在說的時候 他所感性 所自發出來的 那個感覺 我正直不是我 可以了解 這出以土地倫理為核心的戲碼 演出不同時期 人與土地互動的真實故事 0823水災之後 我們整個瓦海鹽田 它嚴重受損 那在經過各方的努力 及資源之下 終於成功地互賽 那我們也希望 讓老員工的這個 賽演的技術及智慧 可以繼續穿成下 戲還繼續扮演 編劇是你與我 故事將如何發展 就看我們如何 與大地重啟對話 詞曲 李宗盛